大家好,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 现在一天比一天暖和了 春暖花开了 春天大家要记着多吃鱼 多吃鱼聪明 今天用两条用水淹死的大白莲鱼 教大家一个懒人做法 用料简单,味道足 上桌就抢光牌,全家都爱吃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这两条鱼我已经提前清理好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再清洗清洗 把它外面的脏东西洗干净 两条白莲鱼三斤多 刚好可以做一锅 接下来我们先给它改一个刀 改刀后可以让鱼肉吃起来更加的入味 这样给它切成柳叶口就可以了 柳叶口的好处 不仅能让鱼肉更加的入味 而且做出来的鱼还不容易散 来大家看一下 切好的鱼像这样就可以 两面的切法都是一样的 吃过白莲鱼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它的肉质是非常腥的 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先给它简单的去个香 准备适量的大葱和生姜 然后我们用葱姜这样在鱼身上 里里外外的都擦一遍 大约需要一分钟左右 让葱姜的味道彻底的吃进鱼肉里面 最后我们直接把剩下的葱和姜 全部都给它塞进鱼肚子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冰箱冷藏腌制20分钟 现在我们来准备一些辅料 生姜切成片 大葱一根切成长段 切好以后放在小碗 再来准备五瓣带皮的大蒜备用 香料有白纸花椒要多一些 还有两个干辣椒 准备好以后放一旁备用 下面我们起锅倒入适量的油 油热以后把香料 还有切好的葱姜蒜一同下锅 煸炒 20秒左右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放适量的火锅底料 一大勺皮线豆瓣酱 继续煸炒 炒出红油 再加入适量的温水 接下来重点 不管是做什么鱼 放一把香菜在里面 鱼肉会更加的咸嫩 吃起来也没有一点腥味 下面来调味 一小勺食盐 适量的蚝油 红烧酱油少许 胡椒粉适量 去腥增香 一小把的白糖提鲜 适量生抽 适量的香醋 既能中和口味 还能让鱼刺快速的软化 稍微的搅拌一下 把锅里面的汤汁搅拌均匀 接下来我们把腌制好的两条白莲鱼 直接下锅 水量不够的话 再加一些温水 然后用大火煮开 这里注意 开锅前三分钟 我们要敞着锅煮 这样就可以让残留的鱼腥味 随着蒸汽快速的挥发出来 俗话说的好 敞锅鱼焖锅肉就是这个意思 大火煮开以后 等待三分钟左右 我们转成中小火 给它焖煮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后 我们用筷子 把锅里面的香菜和辅料 都给它夹出去 不然吃起来 默默唧唧的太杂乱了 这时候锅里面的汤汁 如果觉得太多的话 还可以再收手汁 其实炖鱼 剩点汤汁 拿来泡米饭 真的是很香 以后朋友们 如果在家做鱼时 可以试试这种 家常炖鱼的懒人做法 鱼肉鲜嫩又入味 一点也不腥 吃起来的味道 也是非常的不错 它的做法 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大家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同时别忘记点赞 收藏 转发 留言 教读业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见